欢迎大家来到辛西亚和Shane的 性爱大胆说 我是辛西亚 我是Shane 其实你知道吗 老婆最喜欢问老公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什么问题 或是女朋友对男朋友 她最喜欢问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 这个好不好看 对 或是说 你觉得我哪里跟以前不一样 那来 要先问我 你哪里不一样 你的part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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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聪明哦 我的分线分 因为今天穿的是这种 有没有 对 所以要分 对 哎不错 你有通过考验 真的 我很快就发现了 因为我这个问题 我觉得假如就是 如果说另外一关 我说 你到底 你看看我到底哪里不一样 其实真的是 有的时候 我有吓到 那像我就觉得 啊 Shit 对我就觉得 然后我自己的个性 因为我比较男孩子 就想说 完蛋了 到底是哪里不一样 对 其实你比较 不 等一下 我的lighting不好 还好 还好 比较好吗 也没有什么变啊 其实 好来来来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刚才说什么 我忘记了 你说因为我的男 我的个性 什么怎么样 因为你的个性 对 因为其实我是比较 女生的个性 我们家宣在家里面 比较像家庭主妇 对 所以我就会 你有没有发现 哪里不一样吗 你就 然后我就会说 你那里 对 我看到你的 有点 恐慌 什么 恐慌的脸 恐慌的脸 然后就觉得 然后有时候就说 哪里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对 我觉得我对宣 就是比较没那么细细 所以他就想说 我们曾经以前在美国 很夸张 就是说他剪了个头发 然后呢 回来我全部都没有发现 直到呢 去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是对方老婆说 哎 你剪头发了 对不对 其实还蛮夸张的 其实不是 而且我还说 不是修 修一修吧 其实是我 蛮长的 然后变短了 对 他都没有注意到 然后还被人家 被对方老婆吐槽说 其实差蛮多的 你竟然看不出来 是Amy吗 对 他的声音 是不是 我就认得出来 就是Amy Amy makeup这边有 好像有点没有 没有blown的很好 对 没有blown的很好 好 好 没关系 因为这样看不太出来 大家看不出来吧 哈哈 因为你知道发现 就是说 我们家老公常会说 我如果跟谁 长期相处的话 嗯 我就是好像 讲话的语调 或者是动作 就会变成是那个人 对对 会有点 你非常容易 随别人讲话 我觉得我像九官鸟一样 或者是对 或者是他们的动作啊 所以如果你是跟一个人 我这 如果你回家 我不知道你是跟谁 今天就是吃完午餐 可是你的动作 你讲话的方式 我就可以猜得到 你是跟谁在一起 对 或是你刚才还跟谁 line 对 因为你真的会用他们 他们的 讲话的语气 对 对 好像真的是这样 真的会 所以刚才真的是有好朋友Amy的声音跟腔调 对 真的吗 嗯 我自己都不会察觉的道理 因为真的不知道是谁 而应该是Amy 因为 就是因为你的响音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我发现 我如果 要看我跟谁讲话 嗯 有的时候 譬如说 如果说我跟长辈讲话 然后我就心里会转一个模式 说 你需要落台语 对 要拉近我跟长辈之间的距离 就会落台语 然后有的时候 如果出去市场 或者是你觉得比较需要就是有那种气魄的地方 嘿嘿 就是就是会有嘿那种声音 就会转变成那个model 所以说坦白讲 我自己有注意到 像以前我在LA就上班的时候 如果对方啊 他是中国人 哦 对 我讲话的accent也会变成就是会有点那个强调 开始饶舍 对 就是个宝贝 宝贝 没问题 没问题 亲 没问题 亲 对亲 然后 所以我最近就是我跟萱很喜欢看一个真人实境秀 叫做Born This Way 他讲的是唐氏正 然后Dawn Sandler 那因为他们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 他们讲话 其实你也知道唐氏正 他们讲话有一个语调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 哇我讲话会不会跟他们一样还是怎样 这不是嘲笑他们哦 不是哦 不是哦 就是我就会跟他讲说 耳濡不染之下 好不PC 你知道PC是什么意思吗 Political Correct Political Politically Correct 对 所以如果你是Politically Correct 你不会说 我连这件事都不能说是不是 你就是不能 对 你不能这样讲哦 就是因为Political Correctness 就是名字 Political Correctness 其实真的是还蛮麻烦的 因为就是编程 很多毛 很多毛啦 就是很多空 你就可以跳 就是 很多坑我都可以跳进去 对对对对 就是不要提到黑人 摩西哥人 就是有指教的人 就是不要 什么都不要提到 因为你讲什么 你就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是要很小心很小心 哦这样子哦 对所以唐石正 其实你还是 我跟你说 我觉得他们很棒 他们真的很厉害 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有人会说 你为什么要那么强调 当然他们很厉害 他们就是一般的人 你为什么要强调他们那么厉害 你强调他们那么厉害 那你的感觉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因为他们 当然就不好 所以你就要强调他们很好 我也没有强调他们很好啊 因为他们就是一般人啊 你为什么觉得他们很Amazing 他可以开车 当然啊这真诚人啊 可是他有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PC有点太过分了 老实讲 真的会这样 对 所以呢 其实这就让我想到像台湾啊 我在台湾好像在华 Po文的时候 他就说 譬如说迟缓儿 发展迟缓叫迟缓儿 然后就会有人说 不能只叫迟缓儿 叫迟缓儿女 因为儿是儿子的儿 他们就说迟缓儿就是发展比较slow的那种 所以他们就会说你不能就是会有人跳出来说 这是白痴的痴吗 迟是迟到的痴 哈哈哈哈 你这样也是不PC好不好 不知道 很不PC 我还是玩过人 你怎么可以说迟白痴的痴吗 因为我想说我有这么可能可以用这个痴 迟到的痴 迟到是比较slow的意思 对上面就会说你不能只说迟缓儿 要叫迟缓儿女 因为儿是儿子的儿代表是男生 然后养女生 然后睡吃完儿女 反正就是这种助词 对 很烦啦 Political correctness 好啦 反正今天我们讲的东西跟PC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是跟Personal Computer有PC有关系 哇 你转的好硬哦 不过其实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在我在接受两性咨询的时候 真的还蛮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吗 之前就是会有新闻 譬如说 情侣之间或是网红情侣啊 然后就会在那边拍自己的性爱影片 然后就会故意说 不小心流露出来了 然后就看到人家在啪啪啪的一些影片 不过呢 今天呢就是会有网友来问我就是说 如果说我的另外一半 希望说我跟他一起拍性爱影片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这东西还蛮容易 蛮需要讨论一下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 有可能真的会被 留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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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半夜叫 扮演啊 扮演 对 角色扮演 哦角色扮演 对 就是跟这种感觉又就是有点像 又不一样 因为你们现在就是被录到 所以你的感觉就是你会比较觉得 就比较刺激啊 对 有被偷看的感觉 可是你还记得很久以前 嗯 就是因为当然就是没有computer 没有那个滑就是digital的 嗯 的camera 嗯 也没有网路 是 所以以前你爸爸妈妈可能 他们就是会 录他们在做 然后他们就放在那个vhs的那个 就是那个录影带 对 录影带 对 然后可能就是Jurassic Park 哦 Title是侏罗纪公园 对 可是其实就编 后来就编成他们的sex tape 然后你就不小心看到的 然后就说 扑棚一边说 哇 我们家有那个侏罗纪公园来看 然后一看就是 就一直暴龙 啊 然后在那边骑那个母恐龙 有没有 对 然后在那边这样 然后想要说 啊 突然就爸爸 啊啊啊啊 就啊 这什么 不是恐龙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以前最危险的就是 你小孩可能会 你不小心小孩可能会看到 而且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网络啦 对 所以就是 你就是 你的家人 你是要从这样 就是不要他们看到就好 是 可是现在就是 如果你在手机里面 你穿给谁 或怎么样 就哦 你真的不叫小孩跑去哪 其实我觉得 其实以前 我们住在Warner的时候 我们两个也有拍过吧 哦 你立刻删掉了 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呢 因为你知道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喜欢 活在美光灯下的一个人 我很喜欢CAMERA 就是在CAMERA面前 我就会觉得 我喜欢镜头面对我的感觉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于性爱影片这件事情来讲 对我来讲 我觉得 应该不错吧 对啊 我会觉得我不会排斥 应该是有兴趣吧 对有兴趣有兴趣 就会觉得说 想看一下自己在镜头前的一个 样子是什么样子 对 然后呢 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跟萱说好 那我们来拍一下 好想看一下 只是好奇就是说 因为你在做爱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是长什么样子嘛 就算有镜子也没有办法就是 看得很清楚 每个角度就是不一样 没有你看镜子真的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 所以我就想说好来拍拍看 然后我觉得 坦白讲我真的会觉得 拍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很丑耶 我觉得我care的就是 我觉得不好看啊 我觉得很丑 你不怕这个会露出来 是你就是觉得不好看 所以就是要删掉 其实我觉得如果流露出来的话 就是一定要好看 比如说身材好看 可是我发现 做爱的时候表情都不会太好看 对就是 你就那时候看就觉得说 当然啊 对就觉得不好看 对在做 或者是你在口交之类的 你的一定就是 对那个表情 你就觉得譬如说在口交 你就觉得 对对对对对 这哪会好看啊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我后来就在想象说 因为那就是有些小两口 就是我认为 如果说你想要拍性爱影片的话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 当然就是个人自由 对不对 可是我要先跟你们讲 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把这个意见提出来的时候 如果说大家都越越欲试啊 我认为真的你拍了以后 你真的就会觉得 哈原来就是没有很很帅 或者是很漂亮 然后呢就是在拍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一些 我看你一定不会专心做爱啦 说穿的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 也许 我觉得女生比较可能 因为他们只是太 care 他们在镜头看起来怎么样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知道 如果说你们两个人 都是属于那种很爱抢镜头的那一种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等一下那如果我今天我在下面 如果女生在下面 好 在上面 然后就会觉得说 可是这样的话我的脸 拍拍我的脸耶 等一下等一下那 再巧一另外的姿势 所以我记得像以前就是有一个 那个网红的这个 情侣啊 他们那时候是大陆人 就是中国人啊好 然后他们就是在拍性爱影片 嗯 他们后来呢采取的姿势 就是doggy style的狗趴式 因为我发现doggy style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拍性爱影片的话 然后你会都很想要看到你的表情 飘飘亮亮的 我觉得那个狗趴式是最好的 哦 对对女生好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 都可以看镜头 镜头都会 都会face the camera 不会说就是一个是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 然后你脸还要这样歪 还是什么 狗趴式对 如果只是面对镜头 对啊 所以你就觉得 我觉得狗趴式是最棒的 然后也不会是那种 做一做到一半就说 你挡到我的镜头了 然后就会 那你到现在 镜头现在你像你在录 我们也会在那边看 你可能说自己的头发还怎样 那你可能就边做爱 然后就边 你真的就会开始看自己的表情 真的会 就跟直播一样啊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 其实你没有才看那个重点 哦 抽插的重点 哦好来讲一下 你就看不到就是老二 就是放进去 所以说你说你拍性爱影片的话 你要拍自己的genitals 我的意思是就是 你这样子就是在看你们的脸而已 哦哼 就这样 嗯 我觉得拍 就是看你要怎么样的效果 哦你想要呈现什么样的 因为我不是还可能 不是在想 我不是在看A片 然后就 我有看这种的 然后就是有男生跟女生的脸 就是在看镜头 然后在Duggy style 我觉得 不够不够 选卖分账 不够 对我还是想要看到 就是真的手抽插 或者是老二 就是被戏的那个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男生都喜欢看性气抽插啊 为什么这会让你会觉得很兴奋 为什么啊 可能我们的 就是这样子 一直在这样子 就是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我也是我想看到胸部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Duggy style 我可以看到女生的胸部 那这个OK 那这个OK 对 可是如果就是你们的脸 没有啊 可是如果Duggy style的话 就是脸之外 女生的胸部还是会被看到 因为她可能在前面啊 她在前面的话 像我记得那个网红的这个情侣 她拍的话 男生是可能把她胸部捧着 或者是她自己挤 就是这样挤着 就会有一些胸部 我觉得拍起来是还蛮好看的 可是其实我自己应该比较喜欢 这个是很 就是你没有想过 我觉得 没有想过的 对 如果女生在这边 就是把她的胸部 挤住 挤住 我觉得很gay掰 我不想看 我就是要看到 可能他们就很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就是要have sex 或者是就是很raw 非常raw的那种 所以就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可能就是也 角度也没有很好看 那你什么都看得到的话 我是觉得这样子 就感觉比较像真的 所以比较像真的 我就是比较不喜欢 有很多 就花很多钱 那个lighting 灯光非常棒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看 amateur的 所以说 如果说今天要拍性爱影片的话 等于说你的要求 会蛮高的就对 就是 不是 那我觉得你要求的话 等于说就是很多不同的angle 不同的镜头 不是 你又要性气抽插 就方圆一点 你要看到体位 你远一点 你怎么可以看到性气抽插 就是要什么都看得到 看望远镜看吧 不是 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 方再远一点 我知道 就是 有的时候 就是说你就是在看 你要说架远一点 对不对 那因为你也说amateur 就是比较阳春型的 那如果是一般人在拍的话 等于说就是 镜头要架远一点嘛 然后在床上滚来滚去要拍嘛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我觉得我到时候 如果说就是我们一起坐下来看的话 我就要拿那个荧光笔 就在那边弄那个荧幕 然后在那边圈说 这个重点就是 有没有看到性气交接 性气交接的地方 赶快看一下 再抽插 就很像是我们去看房啊 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 我们都去看房子 然后我跟他讲 那时候去看预售屋 很好笑 他们反而预售屋 都有一些SOP流程 然后SOP流程 就说 还要包括看影片这一招 然后就把我们带到那种 像类似那种小电影院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播影片 告诉我们说 我们那种建材啊 怎样啊什么鬼的 然后我以为 我们的那个sells已经出去了 没有耶 他跟我坐在那个默默坐在角落 然后他就开始 那个影片一播放有重点 他就拿荧光笔投射在荧幕上 然后开始画重点给你看 对 因为有些子幕会抛出来 什么 花岗岩石啊 大理石建造啊 空中泳池 然后就发现 就是有那个荧光笔点点在那边 然后我想说 那如果说你要看性爱影片 我要这样子 就是坐在角落 然后说来这性气交接 性气交接这边 赶快赶快要赶快看哦 这样子 好好笑 我跟说你很直张吗 还是这样子也不PC 你说你很当Sandra 你这样完全不PC哦 这是一个不PC的示范 你很当Sandra 这是个不PC的示范 哦天啊 非常的不PC的示范 不PC 我要跟大家讲 我是隐身告诉你说是不PC 我知道这是 对 这是不PC的 对 不PC 对 好所以说 那话题又又就是又幻缓 就是说 如果今天有人就是来问你就是说 那到底该不该拍性爱影片 我觉得该拍 你的直觉是对 我觉得好玩啊 也对 其实我认为是 Why not 就拍拍看吧 对 可是呢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因为你是男生嘛 其实我相信大家最害怕就是很害怕影片会外流出去 你是男生你怕吗 你怕说今天我跟你have sex 然后被大家看光光 看到你的老二的样子 你会担心吗 我不担心 我不担心 你不担心这么有自信哦 我就是 我这样讲好恐怖 我就觉得 怎样 多厉害是很有自信 不担心 我不会怕是 我很丢脸之类的 我不会怕这个 我觉得男生可能比较 不怕 就当然 如果你就是有什么 你不满足的地方 可能被看到 你可能会觉得 那我就不想 这个秘密 被发现 被发现 可是如果就是我在做 做爱 对 在做爱 那 当然就是因为 我不知道 如果 当然就是很不方便 什么叫不方便 如果我们 好 如果我们结婚了 就 我跟我以前的女朋友 然后突然就这个在 就是 就是可能 可能我们 我们人士的人 就是他看到了 这个是信吗 传给你 那就是我跟我的前女朋友 哦 那 很麻烦了 你这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 我要这么 我没有办法拿出来 我没有办法拿出来 拿 从网络 下架 对 下架 所以其实这样子真的非常不好 ok 了解 所以说其实呢 你觉得你拍性爱影片 你比较考量的点是说 很害怕外流 然后被传到色情网站 就是说 对 尤其是你跟别的女生 或是你跟前女友拍的 就后来就是被你后来的女朋友 或是你后来老婆看到 你真的觉得完蛋了 我不会觉得完蛋 不过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你 我觉得你 考量点是这样是没有错 可是连你 所以我的意思是 如果是你 其实你比较开放的 对我是开放的 可是连你 没办法接受 可能会觉得 因为这个东西就在网络上 因为我们的 Forever 对 然后我们朋友就看到了 还有网友 还有读者 还有谁会看得到 很多啊 猫咪都看光光啊 真的是很明显 就是你的脸 我的脸 那你可能觉得 那真的很麻烦 对真的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老师 或者是就是看你是什么行业的 或怎么样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就是对你不好 不过后来就是 很多人就发现 诶是你吗 所以说你当然最大考量点 并不是说担心自己 genital 就是你的早二被看光光啊 我觉得还好 你最害怕就是说 后续的麻烦事 就是说 被你的这个同学 同事啊 家人 那就算是被你的同事家人看到 你觉得其实也还好 应该是说 你怕是被你现任的老婆 或女朋友看到 你很难解释 不是解释 还是你只是怕被熟人看到 我是觉得会让你不舒服 让我本人不舒服 你可能就是没有 因为我没有办法 把他从网络下架来 所以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没有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好 你只能接受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这样不行 对 其实你没有办法接受 好 所以就是如果说 今天前提是你觉得 我能够接受前提之下 那是没有关系 反正你真的不会care 对对对对 自己的身体 裸露的身体被大家看光 或是被大家看到你在做爱的样子 对真的不怕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是女生 那你会怕这个吗 其实我觉得我第一个 我觉得你讲的点 是我后续才会考量的点 真的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被看光光 而且我觉得被看光光 这是跟我 因为我本身就是 也是不太care 被看光光 像我都会穿 bikini 在直播 OK 可是问题是 当你的胸部点都露出来了 跟你的鲍鱼被看光光 然后你就是在做爱 就是觉得 这个字就会觉得很可怕 可是 因为你先问我 那我也怕 因为可能我不会觉得 我对某个地方觉得 很没有安全感 对 所以 你应该也 对你自己的身体 身材 也不会觉得 会不好看 所以其实我对我身材 是还蛮有信心的 所以你是怕别人 把你看成这个slut吗 应该是这个 不是耶 我只是觉得 我刚才坦白跟大家讲 如果说今天拍的东西 就是觉得 哇 已经可以看光光了 然后会觉得 我的妆很完整 然后我头发卷得很漂亮 我的身材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说 会有点欣慰 会觉得说 还好是好看的 OK 可是问题是 对那只是一点点 可是问题是 你当然还是会觉得说 大家都看到 就大家都看到 我在做爱的样子啊 然后做爱最原始 就觉得 就那种身影 然后那是很情侣的 那些表情都被看到 我就是很私密的 就是你会 所以连你 就是你那么敢讲 然后在镜头 你有呃呃过 然后就是演过 然后你有 就是你有 讲很多 关于你自己 就是你的 对我的一些什么 心爱的一些故事啊 我讲叙述 跟真的被人家看到 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两码子是耶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连你 这个那么开放的人 也会觉得 哦 很不能接受 我真的很好奇 哪个开放人 可以接受到这种程度 应该就是 真的是专门在拍 对 A片的人 才能 好好好 解受吧 因为呢很好笑 就是说 我觉得你这样讲也对 就是我今天 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在 就是有时候会追踪一些 很夸 很夸张的网红 嗯 的那个IG 还是Facebook 这样子 然后他们真的很夸张 就他绝对 因为不是外国人 就是亚洲人 然后他的胸部都会非常的大 然后他经营他自己的 这个模式 就是把自己做到成一个 就是Porn Star 就对了 OK 就是我没有去拍A片 我不是拍A片的 可是我的这些照片 或是影片 全部就是以Porn Star的这种 经营模式下去经营 嗯 所以说其实我会觉得说 譬如说他 因为奶很大 因为是做的嘛 这样子 所以他会 像他有一支影片 就是那种说 今天单身的人 来让我舔巴 然后镜头就会 譬如说他就是把胸部挤成这个样子 整个就是裸露上半身 然后因为这样子就是看不到 不能露Nipple 因为太夸张了 绝对不可能会露到Nipple OK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子 哈哈哈 可是就是你会看得出来说 他的一些所有的照片影片 都是very sexual 有些人感想到你在干嘛 这个是什么 对不起 因为是有人听 就是那种做出那种 口交的那种画面 OK 或者是说呢 他有些姿势跟这种拍照片的情境 我想不夸张 就是譬如说在自慰 嗯 可是他又不会让你看到他全部怎么 他的鲍鱼啊 可是全部就是以那个方向去经营 所以我就在猜说 可能对于他来讲 他今天如果他的性爱影片外流的话 他可能就觉得还好吧 对 也许他就觉得还好 因为他要的就是这种 然后点阅率很高 他就觉得太好了 他可能会立刻跟PornHub说 欸我要收钱 他可能 对啊他自己把它就是 他可能自己把它放上去 对 对 他可能自己把它放上去 我觉得对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就觉得 可是我真的很好奇 嗯 因为当然我觉得 我们做一般的人 就是希望这个不会流出去 对流露出去啊 嗯 一般的人 嗯 那我 因为男生我觉得 男生应该都觉得还好 如果就是不会影响到你工作 或怎么样 就是因为他们有看到你 所以女生被看到 嗯 你是觉得 为什么这个会让你觉得那么的不舒服 因为 你说被人家看光光 为什么会不舒服 I mean it sounds obvious right 当然啊 可是为什么 可是我是男生 其实我自己觉得还好 可是我现在有第二个问题要问你 好不好 我问你 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以前演艺圈多年前 嗯 就是有一个男的主持人 嗯 他就是被设计 嗯 然后被拍下他自卫的影片 哦 所以我问你 如果说今天你跟我在做爱的影片被外流 跟你在自卫 嗯 然后一个人来胁迫你说 我跟你讲哦 你现在就是这两个影片你要 他就是要 呃就是在胁迫你说你要付钱买 这个影片 你觉得哪个你会比较觉得说 这个不行给人家看的 还是你觉得都无所谓 哦 我当然只是我不要自卫的 好 为什么 很妙的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对于自己自卫 影片被上传 他们反而会觉得很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我只是 我觉得 所以对 所以我觉得是 好妙 从一个男生的角度来看 对 为什么自卫不好 为什么自卫你比较想要用钱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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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自卫不好 真的不是自卫不好 我是觉得 如果我是跟一个女生做 做爱 其实 因为如果你是A片的AV男优 这个地位 这个status 其实不错 每个男生都会有这个猛 I want to be a porn star 好酷 好 那你长大了 其实并不好 可是 你会还是觉得 因为 我就是 我是男生啊 我觉得我拍到 I'm fucking a girl 每个男生都会觉得 I can have sex with a girl 就笨啊 OK 别人会看你 好 其实你这样子 我就知道你是个playboy之类的 可是他们不会把你看成一个 不好的人 或者是 我大概了解 你不是个slut 可是女生就是很怕有这个label 他们就是 对 slutty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性爱 来我们先讲性爱影片 所以如果在这边自卫 对自卫 我觉得我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很pathetic 你有没有办法跟女生做 你只需要这边 他们也可能觉得 为什么我要拍我自己自卫 没有啊 其实 并不说你被 并不说你自己在那边拍 而是说 不然是拍你 没有 就是 因为你知道后来就是有新闻 就是有些人是被側拍 有些人是对着萤幕 他可能在看A片 然后是被害客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电脑的camera camera on 然后就发 可是还是觉得一样 对 所以我自己是要看porn 我没有跟女生做 其实我觉得还好 可是如果我要选 我当然就是选 我希望我就是跟一个女生 做爱 对 对你来讲 你会觉得 就是这样子比较酷 这是加分的感觉 这是比较酷 我一个人在这边 对 就不好看啊 就很sad 就是有点 很sabish 所以如果说就是两个人好 所以各位 各位就是如果说要来胁迫我们家萱的话 要拍到她的自卫 否则她如果是跟 we have said 她不会出钱买喔 对 她不会出钱买 拍到自卫她才可能 考虑一下 大概要花多少钱 对 那你觉得你会愿意花多少钱 把你自卫的影片 买回来啊 好 很难喔 10块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可能会先看 这个有多严重 你说 你先传给我看 你会拍什么样子 你会想要知道 对不对 这个一定是 因为我不相信她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 当然她一定会传给你看啊 对 我意思是 如果我先把它揉出来 就说好 就看你的影响有多 应该 我不知道 我可能不会 我应该还是会说 你放 随便你 因为不相信我给他们钱 当然 这是不一样的考虑点 考虑点 我觉得 其实这种人 不管 不管你给他们多少钱 他们还是会 以后 跟你说 那我 再给我 10万 100万 1000万 前提是说 他不会再后来再继续 blackmail你 你会花多少钱 你觉得 10万 还是 但是 你不懂 我应该 fuck you 如果 我不想被 threaten 我就跟你放 I don't care 对 我应该 我个性应该 我觉得个性是不喜欢 我不要 你 你会觉得fuck this shit 要放就要放 对 最好都放到YouTube 放到Pornhub 随便你放 应该是这样子吧 对 反正我跟你拼了就对了 那你呢 你没有办法 因为我刚才就在想说 好 如果说今天是我跟你have sex ok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是我跟你have sex的影片外流 就觉得 应该是 应该是对你 我们还不错 我对于是我们对我还不错 因为你就是 心爱的那个专家 可是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说是多好 可是其实你会 大家都会知道你是谁 可能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 其实对我们一定是好的 可是我跟你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好 怎样怎样 好 来分析分析 你还有生意头脑 因为我觉得 刚才拍一个 我还是觉得 这个是个很好的teaching point 教学 教学 因为你就可以跟大家说 对啊 就是我们 其实我们夫妻 我们做爱 对啊 对啊 我们其实有 有时候其实录音 我觉得 因为我们觉得 就是对我们的 我们的新生活很 就是很健康 和谐很健康 我觉得其实有人 我们不是自己放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露出来的 如果我们是自己 那如果记者说 那你们当中怎么会想要录啊 你说没有啊 就情趣啊 对 我觉得这个 对啊 因为这个病 没有什么不好的 这病就是很健康 正常 健康 不会不好 所以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我们 我们很好 defend ourselves 对 那怎么被外流 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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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们可能 这个点 我们就应该是要 对 就是我 留的 或者是你留的 或者是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 可是我觉得 对我们的影片 我们在那边 我觉得应该是 是还好 对 我觉得你这样讲 就觉得 如果说今天真的不幸的 就这种事情发生花铃 倒是可以一个 一改 非常就是很健康 他说 谁不做爱 反正做爱就是这样啊 那不然勒 那我就觉得我是受害者 我就是被人家看到了 如果叫你们不要看也没办法啦 对 对不对 大家都好奇就看 可是我就在想说 因为我现在回想 就是在演艺圈啊 有些女生是被偷被拍到他帮男生口交 被偷拍 对 这个蛮糟糕的 我觉得我也在衡量说 如果今天是拍到我的口交片 跟我的 跟你的性爱片 哪一件事情我会比较 觉得 Oh my god 好糟糕 就是我觉得两件事情 都还蛮糟的啦 应该是口交片 对 可是为什么 因为 不好看吧 我觉得是不好看 而且是对你好像 那个形象 对 就是一个感觉 如果你是跟你的老公 你们在做爱 就是没什么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 非常正常 可是如果是口交 对 可是口交就是在做爱的前夕啊 可能就是对你的感觉就是 你比较low 对 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可是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好 Defense怎么讲 很好 Defense就是怎么讲 保卫自己哦 对 防 防 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说什么 可是你还是可以跟他们回答说 可是 就是我的老公 我把他口交 尤其是我觉得口交 如果说技巧看起来很好 表示是加分耶 就 对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干嘛 那可能 对 所以不是这样的 没错 你们可以看YouTube的影片 只听到声音 因为我就在想说 你应该最害怕的是 大家都会发现 其实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那他们都相信你是一个专家 可是他们看你的techniqu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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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害怕就是说 对 示范不对 还是怎样 可是如果是示范的正确 好跟高干 那有种加分就觉得 哇 好厉害哦 不愧是性爱专家 就做的真的是很到位 还是很全套 很专业 好棒棒 那又是另外一种加分啊 对啊 所以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性爱专家 影片外游 跟口交片外游 哎 这真的是一种商业考量 可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考量 跟一半的人 就是听众在看 或有点不太一样 看众在看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这个应该是对他们不好 对 没有什么加分的 没有什么方式的效果 可是我觉得 一定因为我 Pornhub 我觉得 就是看的不少 嗯 就有很多很多 人 在网路上 自己拍自己上 感觉就是很多amateur在那边 所以一定 自己拍自己上传 一定有很多人 就是有这个经验 他们在那边 然后后来 别人只是跟他们说 我好像有看到你 这是你吗 那你真的怎么办 好恐怖哦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打死不认啊 对 你是觉得怎样 你就会说 就不是我 不是我 可是很像耶 就真的 就是打死不认 绝对不是我 绝对不是 可是如果说 可是拍得很好 是我 没有错 就有让我想到一个 就会觉得 哇技巧很棒 高超 是我啊 OK 这有让我想到 我不知道 我14岁的时候 觉得非常好笑的一个 你叫Eddie Murphy 对Eddie Murphy 我知道 艾迪摩菲 但是他的stand up comedy 他只是说 就是一个男生 是一样的 如果女生 他说他脸 如果这个女生 走进他的房间 他只是跟一个女生 做爱 他还是会说 你就是要否认到底 他就说 闻蜜 I saw you You were there I was watching you with my own eyes 我看到你 闻蜜 对就是都不要 闻蜜 闻蜜 那 maybe it wasn't you 后来那个女生 那 maybe it wasn't you 对 所以其实否认到底是有效的 我觉得 可能真的不是你 他说 对 真的不是我 真的耶 那不是有第二个 可是有第二个 我觉得这就是你的 老二啊 闻蜜 这不是我啊 闻蜜 可是我刚才讲 闻蜜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 矢口否认到底 应该就 大家就觉得 虽然知道是你 可他们也应该不会再讲下去了 好啦 可是我觉得最后我要是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没有说今天 讲这个主题 不是说我鼓励大家拍性爱影片 我没有鼓励哦 而是说呢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呢 你提出这个要求 或是你收到这样的邀约 该不该拍 当然就看你自己 如果你觉得说 嗯我想看一下 我在镜头上的样子 你是可以拍 可是我就觉得说风险就是被外流 对 其实你就是要有你的头脑 对 就是我觉得 你还是 我边说然后你的头脑 我说如果你要偷拍你 其实还蛮简单的 简单啊 所以 啊 对 其实我觉得你最害怕的 应该就是被偷拍吧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人 你们就是要一起拍 你就是要相信这个人 对 那也许你们看了你就闪掉了 可是现在的Cloud都已经直接传到云端上了 以前不是 诶 现在很可怕 就是我跟大家讲 就算是我删掉 他已经在Cloud上面 他已经在云端了 他删掉来不及 真的来不 他直接就被分了 他已经被分了 对像我们那时候拍的话 我们是用那个camera录 我们是用第二 对 那叫什么 DSL 照相机 对 就是一般的 对 所以那时候还好删掉就删掉 可是不是你现在删 三个鬼啊 都已经传到云端上面去了 对啦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这样拍的话 如果你不想露脸 至少就是把脸弄得红红的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可是这个还是要被就是后制 对可能要后制啦 可是这样子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 所以说你在拍的时候 你可能说我要戴个面具 还是什么的 对 或是头发弄起来 就是你自己要想好 就是你可能 真的 可能如果外了的话 至少不要让人家发现 是你的脸 你脸可以遮一半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我觉得这是还好 可是如果你现在 大部分的人就是年轻怎么样 你就是在 Dating 或者是EH 你真的是要很小心 对 真的要很小心 你真的要是跟你相信的人 做这种东西 对 否则的话 可是我跟你讲 你说你相信男朋友 女朋友 你相信 以后分手就很麻烦 It's hard to say 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这个话 就是给大家一些guidlines 看你要怎么样保护自己 跟你要想想看 你要 你要给他们什么guidline 就小心 就是要小心 然后 什么guidline 不然就是口交片 职位片 跟对 这假定也是 不要面对镜头 不要太夸 就是对 你不要直接的被识破 就好了 我觉得 好啦就先这样子喔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辛西亚初心出了 说明是我要的欢愉你该懂 辛西亚两性大胆说 解答床上的疑难杂症 教导欢愉的性爱技巧 提供最专业的性知识 请大家多多支持 一起 Make Loud Sexy 另外也提供和辛西亚一对一 线上咨询付费服务 有兴趣的话 请去粉丝团私讯洽询 喜欢辛西亚的影片 请按赞留言分享跟订阅 也别忘记开启小铃铛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 我们下次见 拜拜